动物游乐园开业了,很多小动物都去游乐园玩,但是小乌龟却不能进去玩,我们去看看为什么,身高一米以上的可以玩,到底一米有多长呢?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说说米,米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长度单位,可以用字母M来表示,到底一米有多长呢? 这些小棒都是一厘米长,我们这样一根接着一根的摆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,十一,十二,十三,一百根这样的小棒接起来,才够一米长呢 像量黑板,客桌,身高,这样一些比较长的长度时,用这样的尺子量起来就方便多了,我们把这样的尺子叫做米尺,我们把米尺放大,观察一下 米尺上有许多的刻度,米尺上有许多的数,每两个数之间的间隔都是一样大的,米尺的左端是零刻度,末端是一百刻度,从零厘米到一百厘米这段的长度就是一米 所以一米也就等于一百厘米,用字母表示就是一米等于一百厘米,一米大概就是你张开手臂,两手尖的距离 用恰当的单位表示下面物体的长度,想一想,天厘米还是米呢? 门的高度,比我们两臂伸开的距离还要大,所以是两米 橡皮比较小,所以是三厘米 李老师的身高比较高,但是数据一百七十五很大,所以应该用厘米做单位 一般来说,比较短的物体可以用厘米做单位 比较长的物体通常用米做单位 不过在天写单位时,还有根据实际情况,结合前面数的大小来选用合适的单位 就像李老师的身高一样,李老师的身高比较高,但是前面的数据是一百七十五 所以不能用米做单位,要用厘米做单位 估计一下小明和吉林狗的身高 门的高度是两米,根据门的高度来进行估计 门大约有两个小明那么高 小明的高度大约是门的一半,也就是一米 吉林狗的高度大约是小明身高的一半,一米等于一百厘米 一百厘米的一半是五十厘米,吉林狗的身高是五十厘米 你学会了吗?做点练习试试吧 字幕志愿者 李老师的身高